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地球的友好邻居 它距离地球最近时大概有不到5000万公里远 这个距离在宇宙太空中真算是近在咫尺 与此同时 火星在环境 气候以及温度等自然条件方面 也是太阳系几大行星中最接近地球的一颗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各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迅速 在太空探索中 我们最了解的星球应该是月球 古代关于月亮女神的神话和传说 让现代人对月亮充满了向往 因此在太空探索之初 人们在月球上设定了他们的目标 最后人们实现了古人登上月球的梦想 实现了登上月球的目标 因此当人们寻找太阳系中的其他目标行星时 他们选择火星进行观察 最初当人们观察火星时 他们没有发现火星和其他行星有任何区别 自从火星上发现水元素以来 火星已经成为人类研究的焦点 火星在距离和周期方面与地球非常相似 所以对人们来说 他们总是对火星抱有希望 并期待火星成为第二个地球 我们人类眼下的太空探索重点 几乎都集中在了火星上面 半个世纪的探索生涯 各个探测器在这颗红色星球上 发现了不少超级奇特的物体 曾经美国宇航局NASA发射到 火星表面上的一艘名叫 机遇号的火星探测车 无意中在位于火星赤道附近的一处 高山脚下拍摄到了一张 无比神奇的照片 这个机遇号呢 于2003年7月7日发射 2004年1月25日 安全着陆火星表面 截至2018年1月25日 机遇号火星漫游车 已经在火星漫游14年多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完成90个火星日的任务 发现了火星上的第一个陨石 防热护盾盐 在紫武县高原 同样在紫武县高原 2004年2月11日 机遇号在紫武县高原 火星南尾2度的一个高原 探寻一个岩石漏头时 冒险进入了一个被坚硬的 圆形灰色卵石覆盖的区域 由于这些卵石呈现怪异的球形 火星探索漫游者M1R团队 将其称为蓝煤 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斯蒂夫M1R团队成员 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 在当时的任务日志中指出 我们看到了这些奇怪的 被我们称之为小球体的圆形物体 被埋在露头中 就像英式松柄中的蓝煤 漏头已被腐蚀 就像是被打磨过一样 然后小球体 似乎比漏头的其余部分 更能抵抗腐蚀 接下来并滚下山坡 M1R团队使用机遇号的 显微成像相机 观察了几批微小的蓝煤 它们的直径介于 100微米至6.2毫米之间 它在这次发现后 不久发布的NASA新闻稿中说 这些特点不同于火星上 之前见过的任何东西 机遇号超过两年的时间 研究维多利亚撞击坑 目前它沿着奋进陨坑向南行驶 2015年3月11日 机遇号火星漫游车 在火星马拉松的冲刺阶段 为了研究从未见过的岩石 放弃了最后的冲刺 2018年6月 火星上刮起了巨大的 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美国宇航局以机遇号失去联系 2019年2月13日 美国当地时间 美国宇航局NASA宣布 机遇号火星探测器任务结束 从机遇号火星车传回的这张照片中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 一座大型石柱沿山后面 伸出了一个巨大恐怖的舌头 随后 NASA的天文专家们 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将图像上的这个像极了舌头的不明物体 放大了很多倍以后 进行了一番仔细的研究和观察 发现它的头形 大嘴和眼睛都像极了地球上的巨型蟒蛇 经扫描测定 该舌头的长度大约在三米以上 由于这条巨蟒仅留有一颗舌头被拍摄到 而且在颜色上跟岩石的环境色几乎一致 因此不少专家推测 它为火星远古巨蟒的化石 对于火星上发现巨蟒化石 太空专家并不感到稀奇 因为在上一年前 整个太阳系的氧气十分丰富 地球上的蘑菇都能长到七米 火星发现三米舌头的巨蟒不足为奇 因为那时期 整个太阳系星球都是巨型生物的天堂 人类为什么会对火星如此感兴趣呢 不仅是科学家 几乎每一个普通人对火星 都有这种莫名的向往和浓厚的兴趣 而诸如火星人火星文明这类的词汇 我们更是二手能详 究竟原因可能有几个 首先火星是我们的邻居 而且无论从相距太阳的空间位置来讲 还是从火星本身来看 它都可以称之为 是与地球最为相像的行星了 而且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人类都一直认为登陆火星是一件迟早的事情 况且受制于航天气速度的限制 人类冲出太阳系的概率是很小的 而如果冲不出太阳系 那么在太阳系之内最有可能带给我们惊喜的 就莫过于火星了 现在的火星虽然是一片荒漠 可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火星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的火星拥有和地球相近的大气层 有着河流与海洋 甚至还有被冰雪覆盖的山峰 就自然环境来讲 以前的火星真可以称得上是一片繁荣 而在这样一片繁荣的环境之下 如果曾经孕育过生命 那是完全不需要惊奇的 而且火星上的季节长度是地球的两倍 也就是说 在漫长的冬季到来之前 将会有将近18个月的宜人气候 供生命繁衍进化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火星的光合作用 进化可能要比地球早很多 甚至有可能会比地球早上数十亿年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导致火星的环境和气候完全改变了呢 大气逃逸了 海洋也蒸发了 是人为破坏还是自然灾害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火星相比地球而言距离小行星带更近 有更大的风险遭受小行星的撞击 那么火星上是否曾经存在过生命呢 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单从理论角度去推测 火星人曾经存在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之所以未能够找到火星人存在的证据 是因为我们对于火星生命的探测研究的主要手段 就是研究湖床沉积物 而这种研究古老生物存在与否的方式 并不完全适用于火星 就像上面推测的那样 如果火星的光合作用进化比地球早上时数一年 那么是不会在湖床沉积物中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那么今时今日的火星是否还有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呢 这种可能性也并非完全没有 显然现今火星表面的气候环境 已经不具备生命生存的环境了 而火星生命也有极大的可能 随着气候环境的聚变而彻底灭绝了 但是如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火星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那么它们就有可能转移到地下去 延续它们的文明 或者通过星际旅行迁徙到遥远的外太空去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猜测了 不过NASA计划在两年以后发射一个火星漫游车 届时将会带回火星的延时样本 我们将会在其中寻找生命的痕迹 人类移居火星计划很早就有消息了 人类真的能移居火星吗 以现在我们的水平移居火星并不是遥不可及 只要改变火星的环境 移居火星再也不是梦 如何改变火星环境 火星与地球有些地方是很相似的 科学家发现火星的陆地上以前出过海洋 火星最初的样子与地球差不多 应该也是温暖湿润的 具体不知什么原因火星变成现在的样子 白天陆地平均气温7度 晚上在火星轨道气温可达零下177度 所以我们要把火星变得与地球温度差不多 目前现在地球由于温室效应温度逐渐升高 而火星与地球恰恰相反 火星需要降温 由于二氧化碳的升高 能引起温室效应 并使温度升高 我们可以把二氧化碳温室效应利用在火星上 从而温度开始降低 等温度降低了 火山上的冰山开始融化 开始有水的诞生 同时会出现大海 这个时候火星上的温度开始变得正常 但是还是相对于地球来说 冷一些 这个时候的火星就相当于地球的冬天零下几度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地球上适合生活在冬季的植物移居到火星上 让植物产生大量的氧气 这样的火星与地球就差不多了 移居火星就进一步了 总之人类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是任重而道远的 火星的秘密还远不止这些 这些只能在人类登陆时去慢慢的探索研究 总有一天 火星的全部都会被人类所熟知 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留言哦